Hello,大家好,我是Yan 今天要讲的内容是范数比较多的 但是还是离不开修剪花巾和小技巧 其实讲花,讲种蓝花 尤其我们拍片的,很多时候都想精简一点 趕快讲了,拍完就算 但是其实,喜欢蓝花的人是不停不停地加入的 即是有新成员加入种蓝花这个行列 当然也有很多资力红厚的朋友 所以有时站在我们的立场 就不是只是照顾很有年资的男友 有时也要照顾那些新加入的一些年资比较浅的朋友 所以我们有时不是想讲得太累積 而是希望每一位朋友都能够明白到养蓝花的有些技巧 说真的,我种蓝花时间就很长 但是并不聪明 并不聪明的 我都是在很多失败里面 来到存到一些经验 所以我是想把我的经验分享给朋友 分享给大家 希望大家从中吸收到我失败的原因 然后就不用重复我的失败 所以有时是比较讲得长气了少少 希望大家多多包容 因为养蓝花始终都是徒野性情的 有时也都心急不来 是不是? 那我都希望大家种蓝花种得漂亮漂亮 无论是新朋友、旧朋友 希望都在种蓝花方面找到乐趣 那今天我要讲的内容呢 在剪花中 也都是了 那那些老手 种蓝花的前辈 他们当然觉得剪花很容易 但是有些新手来说 他们真的不懂 或者想多听几个人的意见 来种好自己的蓝花 所以就等于自己当初的时候 花开完之后剪不剪啊 怎样剪啊 自己都有去问过人 是不是? 我就有这样的经历 我也有去问过人 那么 如果花多的 就这枝这样剪 那枝这样剪 那枝这样剪啊 那其实 现在网络这么发达 现成有人问的 就问一下 是不是? 那我也都很乐意去讲我的经验 那以前我也有问别人 开完花的蓝花剪不剪花 在18年的时候 我也有拍过这样的内容的片 隔了这么久了 那我也都想重温一下 讲一讲 其实 虽然说剪花是同一件事 但是剪 下剪那一刻呢 我也是有改变了的 当中有一些小竅门 我稍后跟大家慢慢讲 首先讲剪花 剪不剪呢 要看多个方面 第一 就是看一下那棵花 本身有没有续花性 如果那棵花本身有续花性的 比如像我现在手上的这棵花 它在旧有的花上面 都没有开完 它已经在后面 一直这样长花 那就已经说了答案 你知道 不需要剪 是不是? 因为它有续花 它后面有花在那裡 有这么多花 那如果它好像这棵那样 那这棵它两枝在花 这样的情况之下 就应该要剪掉它 因为它尾部都没有花生出来 其实也不一定要剪的 你给些时间种一下它 它也有可能 在尾部这里生花 我也有见过 有些男友 它是在尾部这里生过高牙出来的 什么叫做高牙呢? 就是类似 好像我这棵那样 在花颈上面生另外一个苗仔 那就叫做高牙了 有的 有见过的 不一定说在这个脸上面来到生苗的 脸 就是说 每一枝花颈上面都有这些脸的 这些脸 然后一直生 一直生 上面就是开花的位 那我也都见过 有些男友在这个脸上面生到高牙 但是机会率很低 我只是说有机会 不代表每一棵都有 所以呢 如果你是想做一个试验性 我想看看它会不会生高牙 那你就不要剪 这些都不要剪 是吧? 但是有时 你不想剪之中 花也都告诉你 它要剪 为什么呢? 它黄了 好像这棵那样 我这棵花种了 有七至八个月 它原有的那些花籽已经开了 但是它不停不停地在尾上生花籽出来 一直开到现在 开到现在它还是有花籽 买回来我就转水培的了 所以很多根都是新生出来的 那就是平时就是 比现在多一倍的水位 那等它慢慢慢慢降下去 大家看到那条水痕? 那条水痕 那就由它慢慢吸收非法地降水位 那到它的水没有了 接着我就撕肥 撕完肥呢 再重新给它 就是这样来照顾它的 这棵是全水培 那说开话 好像这一枝那样 它原本这一枝呢 都是很像这些这样的 不停在尾上生花籽 然后开花的 好像这里还有一个花籽 但是它现在这里黄了 黄了 那你可以不理它 可以不理它 有得它自己慢慢降下去 又或者 剪掉它 也都无防 那有些人说 那些蓝花会回收回 那些养分的 那 那 其实就是说法有很多 所以看你自己本身想怎么样 那 但是它现在这里黄了 通常我就剪掉它 那剪之中呢 就要想清楚 譬如现在这里开花 是不是 这里它是很新生出来的 刺花牙来的 这里开花 那么剪口呢 就要上了 向上移了 那这一枝呢 就未干 这一段未干 这一段未干 就不要剪它了 那 为了 希望这一段 都有花籽生出来 那 就在这一个列里再移了 移上去就是这个列 这个列呢 就开过花的 至少在这里再移上来剪 目的呢 就是希望这一个列呢 能够形成一个 阻挡着它干下去的阻碍点 因为这里如果它一路干下去呢 这些即使有花籽生出来呢 都很大机会开不成的 这一枝一路干下去呢 会影响这些或者这枝的 所以就向上移 想保留这枝的话 或者这里是一个列的 你想保留这个列的话 你就最少在这里打上来剪 那现在它这里这么密集的 有列位呢 我就打算呢 就在这个 这个列再对上一个列 因为它这里两个列之间很密 那我就在 这样 在这里下了剪 就是说 移上去的 一个列 两个列 就是你想保留的这个位置 一个列 第二个列 那个位置剪 这样呢 那个防卫到它干下去的机会呢 就大大做到保护了 那这些黄了的就剪了它 我就喜欢这样的 那其余的那些没有问题 就不用剪它 因为它有续花性嘛 是不是 那好像 现在这一棵呢 这一棵呢 这棵是西雷类的集胶种来的 那 那都是用水培 水器栽培的方式来种 它就生了两枝花 两枝花 但是花就不多 那它现在这一个花呢 已经开完了 原则上我可能会剪掉它 那剪呢 也都是这样 我通常会保留两至三个列位 那就是想着有用的 就两至三个列位 那现在它一个列 两个列 那这里这个呢 就是第一朵花开的位来的 那如果要剪呢 就大概在这里落剪 这样 就是二长一点点来保护下面的列 因为那些列是有机会长刺花牙的 但是这棵呢 我不打算剪 它在这里 有花粒生出来 所以不需要剪它 让它在后面长花粒 那这些开完的就摘了它 我就觉得它在这里消耗养分的 那另外呢 还有一个做法呢 就是说 在剪的一个小窍门 是以前领略不到的 以前领略不到 是最近我才想到 可能我比较愚钝 我最近才想到 因为我看到有些实际经验 实际例子在那里 那我就想回 是不是应该好好处理一下呢 那现在 以前在剪的 就是 譬如像这一枝这样 好像这一枝这样 那我 它这里上面开完花 这里上面开完花 是不是 我就在这个列 本身这个列是没有的 在剪花的时候 那这个是有用的列 里面呢 有个牙在这里 这里有个牙的 这里就是开完花的第一双花 我就在这双花上面 下了剪 很正确 是不是 那它在这里 就会生出一个刺花牙 是不是 那这个列就阻止它 一路干下去了 但是以前呢 现在这棵都是水汽栽培的 它两枝花梗都有刺花 那这枝就剪得随便了 但是好彩它就没有一路干下去 好彩它没有一路干下去 好彩它没有一路干下去 如果不是呢 这枝花梗就白长的了 即白生的了 那那 为什么说有一个 剪花梗的一个小竅梗 学了回来呢 就是好像类似这一棵 那样 这一棵也是水培的 那它就生了刺花梗出来 那当初呢 剪的时候呢 都已经很聪明了 在这个第一双花 开的这个列上面来剪 但是它居然一路干黄下去 那现在就很担心它一路 如果再继续黄的话呢 那这一枝花梗呢 又是浪费了 对吧 那这双花比较特别的 这双花比较特别的 你看看它那些点点呢 是分布得很均匀的 那它现在只有一双花 暂时有一双花开了 那这些都是刺花牙 那另外呢 就 好像有一些说不用 不用你去想它 要不需要剪的呢 好像我现在这一棵呢 好像我现在这一棵 那样呢 又是它本身的花 都未曾借光 它已经在尾部这里生花 出来 也都有刺花牙 生花类出来 那也是水器栽培的 但是就没有殖料的水器栽培 那它的根也是生得不错的 所以呢 如果现在就来夏天呢 要转水器栽培的话呢 我就建议大家就 直接不要下桃粒了 就这样 都一样可以水器栽培 但是就 如果天气干燥的 就最好每一天 向它的根噴少少水 但是就确保到 不会烂根噢 那现在我说 有那个小竅门呢 就是 譬如 好像这一枝花筋那样 如果你想保留三个列的 好像这里 这里有一个列位 这里一个 两个 三个 它这里 每一个列位都有个牙在里面 但是这里也还有一个的 这里也还有一个牙 那我通常就不会要到那么高的了 因为我觉得 有两至三个牙给它去生长 已经不错的了 那我呢 落箭呢 应该落在哪里呢 譬如 我是想保留这个 和这个牙 这个就不想要了 这个不想要呢 就不要在这里落箭 这里落箭呢 你很有机会在这里干下去呢 你这个牙 即使成功生到花牙出来都好 很大机会会 一路干之下 会影响这一枝花牙的 那既然这个是不想留下的嘛 那我就在这里落箭 落完箭之后呢 再将这一粒牙撕走它 是啊 撕走它 撕走它 最主要的目的呢 就是 等这里形成一个裂位 以及呢 阻止它 集中营养来生这一个牙 因为如果在这里落箭呢 那它会干下去的嘛 那干到差不多了 但是牙又大了 草了营养在这里 大了 那你就浪费了时间了 所以呢 本身是想保留这个位的 保留这个裂的 就这个牙就撕走它 然后在这里落箭 就在这里落箭 剪完之后呢 你可以塗少少肉桂粉上去的箱口 但我近期都很懒了 都没塗了 那然后就撕了这颗牙 撕走这颗牙 撕走这颗牙 撕了第一颗牙 就是落箭之后的第一颗牙 你是想着不要的 剪了之后就顺便撕了那颗牙出来 那它就不会浪费精神 浪费精力去生这颗牙 是不是 但是又有一个裂在保护着这枝花 那它通常呢 就会在第一个有牙的位置来生刺花牙的 那我现在好像这颗呢 这颗呢就白花它生了刺花牙出来 有这么长 那我当时落箭呢 就是在第一颗开圆的花那里落箭的 那我就本来是期待这颗牙生出来的 那但是现在它这里 它在这个位置生出来 就比较特别一点 所以 希望是留多一个牙位 那正常的这个应该是撕了它 撕了它 就不用它浪费精力在这里 不过它现在已经是 很成熟的这样生刺花 开到成功开到花出来 所以都没什么所谓的 那所以 那些花呢 那也都是 有些是有逐花性的 就不用管它了 那但是有时候 逐花性呢 通常在珍奇蝴蝶兰那里出现 但是我这颗珍奇蝴蝶兰呢 它两枝花筋在去年那里开了花 开完花之后它都干了 两枝花筋都干了 我都没有剪它的 但是它干了 两枝都是 两枝都是 两枝都干了 它就另外在旁边生另一枝花牙出来 那就是说这枝花是否没有逐花性呢 我怀疑是 我怀疑是 我怀疑这个品种没有逐花性 就是说珍奇蝴蝶兰都未必有逐花性 那现在它这些干了 干了 干了 那就剪掉它 这些就可以剪到贴了 因为它没有逐花性 它没有逐花性的 而且整枝也都干了 就剪到贴 那就不用阻碍了 那就漂亮很多 是不是 那这棵是我去年 在网上买的 珍奇蝴蝶兰 也是唯一一棵 没有换植料的 那它在旧的花筋上面 开完花之后就干了 另外长了一枝新的花 这种是没有香味的 那种珍奇蝴蝶兰 那 也都像这棵 这棵 又是剪花筋的时候 我就是 这个链和这个链一边打下去 我留了三个链 那就在上面这里 这个链位这里剪掉 然后撕掉了这个 这个 那个牙位 撕掉了它 那就不用它一边干下去 来影响 那这个就是我 剪花筋的一个做法 那好像这个 就很担心了 这里呢 这些是我 以前剪的花筋 就好像这里 我没有余留多一个链位在上面 就在这里下了剪 那结果它一边黄下去 那这个 这个是高牙来的 它现在有两片叶 都很大 但是都没有根 那 就 如果它一边干下去呢 那这个苗呢 这个小苗呢 就要被迫提早 它就很独立来种了 那所以就是有这个风险在那 如果它一边干下去的 那你也知道 这个高牙都没有用的了 干了就提供不了养分的了 是吧 那即使是花牙的 如果这里一边干下去的 那你也知道花牙都要淘汰的了 也都开半路钟头的了 所以就是说 剪了之后 第一个链不爱 就不用它浪费精神在那 来生这个链 但是又生到半路钟头 这里一边干下去 那就浪费时间了 是不是 也都浪费那棵花的养分了 所以我现在说 剪花的那个小技巧呢 就是向这里了 那另外呢 就有朋友说 有朋友说 有网友说 那些花的根很多 很难塞进去一个 比较小的盘里 那其实 最好呢 就是浸一下它先 等些根濕了之后呢 它就会软一点的 那好像我现在这个 只是普通水杯 全部根这样塞下去 慢慢地这样塞 然后呢 摆下去的时候 就是你砌好些根 尽量整骨子一点 它就没那么压力了 那收拾好些根之后呢 就摆下去 慢慢摆 一边摆一边转 转棵花的头 好像零的 一只手就拿着棵花 另外一只手呢 就拿着个容器 跟着就好像 拎这样的方式 来到拎它的根进去 这样就容易 将那些根 收到进去 那个容器里面 可以作为参考试下 但是就不要用 盲力了 因为盲力呢 弄断那些根 就真的很可惜 是不是 那好吧 那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了 这些内容 那还有呢 就是这朵花呢 这朵花呢 我觉得它挺有趣 之前买的时候 都没有留意到 原来那个 那些点点的比例 是这么均匀的 就是左右两点 然后上面有三点 就是 很均匀 还有下面的 这个位置呢 这样兜兜的 就是这样 是吧 整朵花那个 那点点 是很有趣 很均匀 还有这棵 都开了 开了花 在我手上 一直开花 有七至八个月 都 其实最少都有八个月 现在已经四月 这棵花是去年 初初转冬的时候 买的 都很耐开 还继续有花枕出来 很漂亮的一个品种 那好吧 那今天和大家分享这么多 多谢你的收看 也都欢迎你订阅我的视频 拜拜